2019年11月11日 药市财经22分14秒 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 从古时野生小鱼小虾 到头为海鱼玉鱼 这里的湖水正在遭受污染 小鱼 玉鱼都往湖里扔的 你说这个污染 你污染的 湖里为往减少 岸上螳蟹急增 阳城湖氧 指污染治理 路在何方 阳城湖水污染 主要是水体的负营氧化 湖水淡磷等营养物质含量过多 素食藻类及其他浮游生物 迅速大量繁殖 导致湖水溶解的氧气含量迅速下降 使水体中生物迅速衰亡 水体负营养化体现的表面上 就是蓝藻大量爆发 阳城湖的水污染从河而来 又为何屡之不止 90年代的阳城湖 还清澈见底 上世纪90年代以前 阳城湖中还没有人养蟹 附近的渔民都是捕捞野生蟹来吃 到了1992年 石榴湖当地农民 开始在阳城湖东湖 尝试围网养蟹后 阳城湖人才开始了真正的养蟹历史 阳城湖的蟹为什么长得好 主要依托阳城湖的三点优势 1.水质好 阳城湖是苏州饮用水原地 水质清澈 氧含量高 2.湖底质地好 湖底的硬地面积在65%以上 利于螃蟹爬行 锻炼身体 食肉更加紧致 3.水草茂盛 雨下丰富 可以为螃蟹提供足够的天然饲料 有了这三点优势 90年代初期的阳城湖 大闸蟹根本不需要人工喂养 雨震雨采过蟹苗放进湖里 到了成熟期 再让渔民打捞上来 各个高肥体壮 蟹的品质好 蟹价也开始水涨船高 那时候的一只阳城湖大闸蟹 卖到香港 就能换上一块电子表 大闸蟹如此暴力 又不愁销禄 带来了结果 可想而知 农民和商家纷纷跟风 在阳城湖内进行围养 围养面积迅速飙升 把阳城湖左一块右一块 围得像一个巨大的迷宫 阳城湖的水域面积 约18万亩 到2000年左右 官方给出的围养面积 就达到了14.2万亩 换句话说 整个湖区保守估计 有80%的水域都在养蟹 一亩养殖湖面 要投放蟹苗600到800只 在养殖高分期 整个阳城湖要承载 8520万到1.13亿只造成蟹 自然生态承受不住 狐狸的鱼虾不够吃 长出来螃蟹又小又熟 卖不上价 怎么办 投胃 早在大范围养蟹的初期 养殖湖就已经意识到了 树木庞大的蟹苗 在羊城湖中 自然水产已经不够吃了问题 他们用海鱼 当地渔民又称作冰鱼 切碎来代替狐狸的鱼虾 拌上玉米粒进行投胃 水产养殖中 最主要的污染源 就是以饲料和营养元素的形式 投入到水中的蛋和鱼 这种营养物 只有少部分会被鱼蟹吸收 而剩余的大部分 则会参与在粪便中 给水体带来蛋鱼胺等方面的符合 而羊城湖大闸蟹 一亩第1次就要为30斤带鱼 在养蟹高峰期 每天都要有上百万斤海鱼 投入羊城湖 羊城湖的水质 在2000年以后明显恶化 负营养化程度不断加深 部分水域 甚至大面积爆发蓝藻 从2001年开始 已经意识到 羊城湖水污染激波性的当地政府 开始对养蟹进行调控 不断压缩大闸蟹养殖的围网面积 从2001年的14.2万亩 压缩至2002年的8.2万亩 到了2007年 又进一步缩减至3.2万亩 2016年初 羊城湖被明确定位为 饮用水原地 苏州市出台 苏州市羊城湖生态优化行动实施方案 会进一步保障饮用水的安全 将湖区围网养殖面积再次压缩 至1.6万亩 故事进行到这里 按道理 羊城湖应该是在当地政府的积极调控下 控制污染源 最大欢喜的结局 但我们来看另一组数据 2016年 羊城湖被定位为 苏州饮用水第二水原地 在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 从2006年起 延续4年 羊城湖总领指数 一直稳定在0.02毫克每升左右 属于四类水原标准 按照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四类水原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 及人体 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三类及以上水源 才能作为营用水源 羊城湖经过多年诊治 确实是无法达到营用标准 原因何在 这是大闸蟹养殖区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围绕着羊城湖滞留分布的 是密密麻麻的养殖水糖 仅这一片区域 就有近万亩 养殖库将羊城湖盐湖区域的田地挖空 抽取羊城湖水进行养蟹 蟹糖的饲养 用的饲料 依旧为海鱼和玉米 为了不让池塘中分泌的死水 影响大闸蟹的品质 蟹能会定期将已经污染的糖水抽出 排入羊城湖 羊城湖内湖 从14.2万亩养殖区 在缩制如今的1.6万亩 大闸蟹近年来产量 也维持在1300吨左右 而羊城湖沿湖区域 建成的养殖池塘面积 2019年底 已经高到10.01万亩 约为湖内养殖面积的6.26倍 延产大闸蟹万吨 内湖加大整治力度 盐湖却成了重灾区 大闸蟹上岸养殖 污染却依旧留给羊城湖 针对这一现象 地方有何回应 11月11日 央视点名羊城湖蟹污染 11月14日 苏州新闻网 乌苏晚报做出如下回应 要让羊城湖周边的农库 不养大闸蟹 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 当地政府提出了几点整改方向 一时上岸养殖 让羊城湖大闸蟹 不长得羊城湖蟹 而是主要在岸上的标准食堂中养殖 而是采用863养殖技术 替代传统的放养模式 用混合饲料 去替代冰鲜鱼 这类淡铃含量较高的动物饲料 算是加强围水净化数例 比如围水生态净化 就是在围水排放区域 核放螺丝 核花 水草 等冻植物 吸收水中的养分 这些措施 从原理上看 确实是合理的治理方向 但是能不能受到效果 还是要看实际的执行情况 从地图上看 羊城湖在苏州市郊区 面积和整个苏州市市区差不多大 湖区范围有几千家养殖户 数百家卸业公司 还处在散养为主的阶段 最说是散养 系统的养殖池 从图片素材来看 已经和美国中央山谷地区 原型种植区相似 要想在如此密集的养殖区内 控制围税处理 其难度 要远小于分散的户区三样 两种思路 要么政府管理 政府强监管 实现每家每户围税 流向统一的区域 政府一并处理 要么公司管理 羊城湖养殖户 逐渐大于是小于 形成几个大型的系列养殖公司 把围税处理的任务 分派到不同的公司内部执行 从行政区域来说 羊城湖基本都在苏州市境内 但是却横跨了 类似昆山之类的几个县 政府管理的压力不小 目前距离2020年结束 只有四个月时间了 我们完全可以看看 当地政府水质处理的效果 羊城湖整体水质 能否恢复到三类饮用水标准 我们拭目以待